这一年以来读美高的同学人数有所增加 我今天想讲一个特别重要的 来读美高的路区或者坑 就是你拿到路区以后 到开学的第一个学期 这里边千万千万要有规划 不要乱操作 最后可能产生一些无法挽回的影响 这里边其实最最重要的 就是美高期间GTA的保持 因为大家知道 现在很多的美国大学 都不需要ICT考试成绩了 而且又有这么多AA平权什么的 所以你大学录取的时候 最最最看重的 就是你在美高的成绩单 那美高的成绩单 是从九年级开始算的 不是从十一年级开始算的 所以你在九年级的 第一个学期的选课就非常重要 这些选课在很多时候 都是在你来之前 就是开学之前的一个月 或者两个月把这个课也选了 我们很多的中国的同学家庭 都认为我拿到这个录取 就算大功告成了 其实我想告诉你 拿到录取只是你的三步里的第一步 对吧 一个是你的求学拿到录取 再有一个学业要成功 就是怎么选课 是美高四年也好 美本四年也好 美颜两年也好 在这个学业过程中取得成功 再有一个就是在美国立足 你在学业成功这里面 其实最最最重要的 在对于美高九年级学生 就是你的选课 你这个课如果选不好 或者在这个期间 没有得到专业指导 或者是乱去拿了一些 并不一定适合你孩子的建议 这样的话会弄得乱七八糟 为大家举一个例子 有一同学在去年进到美国 很好的高中 是我们后人给他补录的 非常不错 在拿到录取之后 大家都很高兴 然后我们老师就说 后人是有长期的 学术指导规划的 那么家长就说 我们等一等吧 我们先拿到这录取以后 我们先高兴高兴 等回头我们有需要再说 结果这就出了问题了 因为学生家长在这个时候 并不是一个真空的状态 因为这个时候他需要做事情 他需要来选美国的课程 选入学的这些什么保险 但是最重要是选课的方面 所以当时学生和家长就说 可能有一个什么师哥怎么样 或者谁谁的情况怎么样 最后他落实到 什么样一个错误认知 就是他认为数学课 应该要往上跳级选 那么数学课其实是有高一 比如叫数学三 然后是三角微积分 他觉得我第一 要尽快选微积分 第二他觉得我如果现在尽快去上高班的数学课 能跟好学生一起上 我能够更好 结果就没有按照常规去选标准的 九年级上的数学课 而是选了十年级该上的数学课 然后第一个学期下来 这个数学成绩 就是所有成绩最差的 得了很不好的一个分数 那这样怎么办呢 现在第二学期又到了 分数还是不好 所以你就只能去赶紧补习了 你现在补习还有可能呢 到学年的结束的时候 这个分数拉成一个A 要不然数学要是一个B 对未来发展可能会有一定不好的影响 所以这个问题去归结底是因为什么呢 第一学生家长都没有重视 就是录取之后的学业成功方面的专业指导 他需要信息就去主家长群 问老生去问 你说老生有老生的情况 家长群人有别的学校 别的家长的情况 在你身上就不是那么适应 那么你有专业的指导 老师就会来给你根据学校的情况 根据他的选课情况 然后跟你孩子情况来给你做具体建议 而且在这里面可能是有持续性的 你说我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到了九年级的下学期 这都要开始了 你才来做这样的补救 这样就有点措手不及 但是现在还算是有时间 但是我们以前确实看到的非常多的情况 就真是说以后我们再来找你后人吧 但是以后找的时候 就是出了相对比较大的问题 你何必这样呢 你何不当时就好好规划 好好地长期来不要去走这个弯路 所以我希望今年每高九年级入学的同学 拿到录取之后 你一定要在选课呀 在这些规划呢 要好好来做 这样的话呢 你才会有一个顺利的成功的 美国的学成的阶段 千万不要不重视 或者也不规划 就是想当然会直接影响你的本科的升学 那这个问题就讲到这儿 归根结底呢 就是很多的同学家长呢 知道升学是需要专业的指导 那么我在学成这段时间 可能就不需要专业指导了 这个可能是要大家重视的 希望今天讲的内容呢 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你觉得今天讲的还不错 也能帮到你的同学 朋友 室友和家人 可以分享给他们 可能你的一次分享 就能改变他们的留学历程